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依 很開心要在這邊 跟大家很鄭重的推薦 一部非常棒的電影 手機裡的眼淚 那因為這部電影呢 它其實呢 發生的時間呢 就在日本311大海嘯之後的三天 那事實上其實 在整部電影裡面 當然它用手機來串聯 彼此之間的那個焦慮 跟感情 因為呢 有人在台灣的 有人在東京的 那我自己 其實我的姐夫 她也是日本人 那所以 我姐姐也住在東京 所以其實我 我安全能夠體會 當下那個 就是在不同的國家 然後 因為電訊整個不通 然後狀況不明確 然後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 那個親人 有多我的焦慮跟著急 然後那三天 是完全沒有辦法聯絡上 林醫師 你是不是還有親戚在日本啊 一場毀天滅地的浩劫 是嗎 有的時候大災難來的時候 呃 你可能幸存下來 可是你身上 也許你的病痛癌症 那甚至於有很多時候 其實你帶 帶著跟著你的人生走的 並不是 身體上面的傷 而是 心靈上面的傷 所以 我覺得這部戲它 它探討了很多 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生活當中 會發生到的 各種之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它其實提醒我們 真的要 人跟人彼此之間 要建立一個 很直接的關係 然後人跟人之間 彼此要關懷 不管它是一個 什麼樣的團體 不管它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不管它的外表 它的內在 每一個人可能都帶有 它自己的一種傷 然後我們要去擁抱它 要去愛它 要去關懷它 所以跟大家呢 非常珍重的推薦 請大家一定要 來看這部電影 收集裡的眼淚